县长李明珍会同议员陈淑慧肖志全 前往水里乡明河村多处野稀户案排水沟 去遇排水清淤改善工程 并听取水利单位简报 林县长也当场指示县府同仁尽速改善 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县长李明珍会同议员陈淑慧肖志全 前往水里乡多处野稀户案排水沟 边坡及区域排水清淤改善工程 并听取水利单位简报 其中明珍国中前6至80排水沟 因为年久失修严重回损 上市排水功能积水无法排出 影响座物生长 导致大片农田任其荒芜 影响农民生计 虽然县府已经合拨300万元 四座下游排水沟 加大通水断面 但上游区断就有土地以贪大回损 失去排水功能水流适处慢流 四座边农田无法更做 县长也指示 再筹筹160万元改善上游排水功能 让农田回复生机 增加农民收益 我们当年就在民族川家排水系统开300万元 今年就一些还没有完成的工程 我们继续再来做健全的 所以我们看白水膏的作料 对我们这些农田的白水 可以说相当好的帮助 因为这些白水做不好水 白不出来 整个残都没办法做 你看这些现报都会发臭 所以对我们的梁田说的是 对这些农民来说顺势很大 所以我们政府对这些公共 公共摄市公共白水的部分 我们就要替农民来做 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 这白水膏定理做还没有完成 我们继续再做 大家还要花168万 因为我们花168万 这是当期生的 相信对我们农民 这些农作物更做的收入 一定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 像这样的工作 我们县中一定要继续加强来推动 议员陈淑慧表示 明和国中前6至80排水溝 免酒失修 预计情况相当严重 影响排水功能 豪大雨时恐怕造成洪水回流 感谢县长及县府团队积极改善 让民众农田不再淹水 去年有船长和我们这些船民 共同店前 我们团长也拨了三四百万 来做到亚丹 这些白水 那白水做到以后 所有在这里的农民 感觉做到这条白水 这个现象都改良 所以在我们今年再次 先到县城市 向我们馆长来做一个县城 那今天馆长也来跟县城 做到肥瘫 这就是他轻轻基站 这个精神 那当中也来带用保障 一百六十几万 来做到我们区段的白水膏改善 希望说我们尚有这段改善以后 我们可以略生来做建议 来改善到这些白水灌溉的问题 让我们的农民有法度来做到政策 有政策应该有法度收拾 此外水里村水里五路下方边坡坍塌严重 恐怕影响陆基以及下方作为 剪辑树散避难场所的 民事保工 桌边安全 有改善必要 原该处损害 经过前立委取出法 向水保局争取预算改善 并委托水里向公所发包 目前正在施工 为该处要因为好雨灾损 区域有扩大之余 为了避免损害持续扩大 影响水里五路陆基 维护商心安全 县服会建筑演绎改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